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边》的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讲下该来的华士要来,什么事呢? 大家知道中国对于石墨的出口是有管制措施的 现在德国企业也说 令到我们成本可能会大幅提升 这是现实 因为你都担心最大的供应地 如果突然之下笑了一点 喂,我戏就是了 我戏就是了 当然,那会有其他气体 有其他天然气 那那些是贵的,老板 我们知道,继这和加之后 中国也从今个月起 对石墨这个重要原材料进行出口管制 德国政府日前也说 这个措施会导致石墨价格上涨 增加德国企业的经济负担 此时此刻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德国政府就预计 中国对于电池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材料石墨的管制措施 会增加德国企业的成本负担 对,他们联邦议院左翼党的经济政策发言人 叫列耶 他说这个事件 亦是写过信给德国政府 但是他们 只说是真的会搞到这样 其实等于没有说过 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12月1号起来 中国正式开始实施石墨的出口管制措施 相关企业需要向中国商务部申请出口许可 德国政府也说 中国的石墨出口管制 会导致短期和中期成本上涨 以及供应短缺问题 不过 目前还不清楚 这个政策对德国公司的具体影响 因为1号才正式实行 石墨主要是用在 是银铁工业 还有是铃子电池的生产等等 原材料 这和家的情况都是类似的 中国就从8月1号起 对这和家实施出口管制政策 德国 联邦经济部 他们就说 中国在这两种材料的全球市场上 占主导地位 出口限制或者 是会对全球供应链形成 最大的影响 德国经济部 这个下背相黑之一 也是副总理 他就说 现在 同受影响公司 是保持密切 照着说真 你这个人 搞少些对抗 大家合作一下 已经很好 帮人 其实企业很恨他 因为那些东西 相当地 地地 当然看回到目前为止 有什么具体的应对措施是未有的 另外 这些 说得很大 你知他说得 反中时 说得很大 就是 赌米瘦星 赌米瘦星 联邦议会 左翼党经济政策 发言他们就说 气候和能源转型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材料的供应 如果企业缺乏基本原料 政府为未来工业投入的几十亿税收资金将会付诸东楼 如果没有材料 我怎样做 做不到东西 我怎样叫它交税 当然他们也说 尤其是在使用原材料方面 更加要注意贸易伙伴的多样性和更多的回收利用 但你多样性也没有 因为他真的那么大 佔比真的那么大 但是 他们说对中国很依赖 你搞好一些关系就不用了 这些商客经常搞阵 这些对华鸣派 德国政府和欧盟最好 不要寻求经济冲突 其实也很难寻求经济冲突 是他不供给美 怎样经济冲突 是他不供给你 他不是不供给你 是要申请输 其实他们就担心不批申请输 当然 这个德国政府就说德国政府 究竟是做了多少 他们现在就是 想着 计划着 想着有个周长计划 当然人家就不太相信 有计划也没什么用 为什么 因为联合政府肯定有人拉扯 我刚才说过这个德国经济研究 所以原来他们也 搞了一些其他事情 原来 欧盟建议欧盟应该和非洲国家 共同改革WTO 世贸组织 的补贴规则 又是说这些 其实你又是灵和游戏 对抗中国 对抗中国 是扭曲了市场 和对抗中国外交影响力 但非洲国家好像不理他 他现在和中国合作 会突然说 欧洲叫我 日呼百应 不理那么多实力 就和他们合作 因为 他们有远势力 现在说实力的年代 德国经济研究所 也是在北京 之前举行中欧峰会 出了这篇文 这篇文 也是得到 知名的商界协会赞助资助 在德国决策者当中很有影响力 峰会当然 之前也说过 电动车补贴问题 他们也说 改革世界贸易组织 2月第13届部长级会议 就是这个重要议程 但需要全面共识才能做出实质性的收改 世贸的非洲谈判小组已经建议改革 目前的补贴规定 但你们对于补贴是很严格的 很搞笑 冯德罗欣就说 中国补贴中国补贴 但是 欧盟也打算发放几十亿 欧罗的补贴 这次那么阔弱 几十亿也很少 你以为会有多的 你说得对 当然希望 更好地支持发展中国家 比如允许他们 有 当地成份要求 批准环保补贴 当然这篇文章也说 欧盟应该将 这项窗疫扩大同时收紧 世界主要贸易国家的补贴规定 又是收紧别人 当然这些主要贸易国家 将由 他们在全球贸易 或者收入水平中的份额 来决定才行 意味着新的规定会影响到中国 虽然 世贸将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 这类 欧盟和非洲的联合倡议 可能会迫使中国改革 没说到那么大 会帮助 限制日益增加的全球补贴竞争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叫 你一说到补贴 你竟敢说拜登 拜登三千多亿四千亿 提都没有提 这双标 另外 欧盟可能对抗中国 企业 将自己 呈现为发展中国家在日内亚 希望他得到支持 如果中国阻止 中国要改革 但是 美国 德国的仲裁机制都卡住 说回德国 最近都是一般的 原来德国的学者也认为 现在德国 叫做痴迷式的 狗撑以色列 令德国的声誉陷入 在险境当中 也可能会影响到 与非洲的商贸关系 你说得这么好 想与非洲合作 但是没有记得非洲 很多人是顺之思难教的 是的 德国一位 叫做米歇尔普 鲁德斯博士 其实他是德国小友 对阿拉伯地区的形势 是相当了解人 他真的在阿拉伯生活过 在大马斯格 学习过阿拉伯文 后来又在柏林 从事伊斯兰研究 以及 政治学研究 他曾经在 中东生活多年 曾经做过德国机构 的记者和通讯员 并且 在德国内外 有多家高校 请他做 客席教授 多年来他一直 领导着德国阿拉伯协会 并且出版了 在港为人之的书籍 这本书的名字很讽刺 道德高于一切吗? 西方 如何在阿富汗失败? 当然你说他在阿富汗做的事是否道德 我觉得不是 亦都在 阿富汗的失败 学到什么 亦是高高在上 另一本叫做西方如何 是腐蚀中东 另一本叫做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害怕伊斯兰 其实他说话和主流的 西方的 这些舆论好像有些不同 当然我认为他说话 是有利有捷的 他接受访问时就说 德国在支持以色列的程度上 达到痴迷 以及对巴勒斯坦 即是撑巴的 示威限制 还有德国 现在这样狗撑下去 就会失去世界上很多声誉 以及由此可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另外他也说得德国和世界 尤其是和阿拉伯世界 打架到时 这个说得对 好像某些部长那样 道德奥马 不就是伤黑 说到我持有大旗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不撑污 干什么不帮台湾 这种道德奥马 他觉得你应该这样做 是吗 还有 这个佛德罗欣去中国之前 我们要杜正中国 你真是好 杜正 你真是觉得自己是对的 整天都说得这么大 并且他就说 他对当前加沙的 看法和前景 觉得西方国家是会继续分裂 是的 当然会这样 德国采取比其他 西方国家除了美国之外 更加是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其实 究竟 是不是好像之前那样 因为他们说两个国家存在着特殊关系 由于德国近代史上到犹太人做那些不好的事 德国认为自己是一个 和以色列有着特殊关系国家 但是这么多年来德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变得更加紧密呢 是的 德国政界和很多 舆论制造者 这些媒体 似乎因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 意味着他们正确地 从德国历史当中吸取教训 所以即使 以色列现在的极有政府内塔尼亚湖 这样动手 德国政界认为 没理由对 支持以色列和内塔尼亚湖 加以区分 不是呀 你要加以区分才对 以色列人自己都加以区分 是不是 他们都说不支持内塔尼亚湖 就好像德国那样狗撑 虽然目前以色列 在加沙造成了巨大破坏 但是 看来德国的政界依然会大量糾撑 在传统上 可以说不单在德国 其他欧洲国家都是这样 保守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都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是相当硬的政策 因为他们 被视为欧洲稳定的威胁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在政治上完全支持内塔尼亚湖政府仍然比 表达不同意见更加容易 因为你如果表达不同意见 你知道有些种族的经济实力很强 但是 如果你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你就可能会说 声援以色列是可能的 但是不是 声援大以色列 大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 指那些 一些极端友都支持他 是不对的 也不应该声援 那些向平民动手的人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会认识到 你是需要区分内塔尼亚湖和以色列 当然整个以色列的局势 是很复杂的 这个也是现实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先 多谢各位 再见